而是外國的型號 被人的長得更多 人拍照或成長 一定是隨著他的整個背景 和環境經驗改變的 少年風景其實是一個 為董事的一個高中生 看出去的世界比較好奇 直接並沒有很複雜的 大學時代拍的 因為大家有在重新去接觸很多很多的文學啦 繪畫、哲學啦 然後那時候有現代的思潮進來 有存在主義、超限的主義 受這個影響 所以那個年代拍就會有點安排的 那當然進入電視台工作之後 你才看到很多社會的問題啦 人的問題嘛 那些東西才會讓你思考說 真正人的樣子是什麼 那些被我拍的肖像 蠻多是熟朋友、好朋友 或者是我去採訪的時候 有點熟悉啦 然後我就順便拍一些照片 這些人他們的貢獻在哪裡 這些都知道 所以我拍他們其實都在有一點點敬佩的心裡 去看他們、去拍他們 那我盡量在比較自然情況下拍 我覺得那個是他最平常的表情、感情的時候 無技巧的也許拍幾張照片這樣子 耐煞很重要 因為耐煞就會在最好耐煞的拍 你如果一直在拍 你可能錯過耐煞嘛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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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